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檢討今天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趕快來看一下臺北股市的表現 之前先跟大家公布個好消息 穆滑哥 這個財經大白話 我們的YT訂閱 已經即將突破十萬人 現場掌聲鼓勵一下 里程碑 都是穆滑哥的功勞 帶了非常多的鐵粉進來 千萬不要這麼說 是大K您的功勞 謝謝穆滑哥的一路以來的貢獻 好嗎 台股今天能夠大漲400點 最主要原因是昨天的美股 其實已經呈現大漲 特別是在肺半的部分 漲幅超過3% 肺半能夠大漲 當然最主要原因在於台積電的一個貢獻 臺北股市最後的希望 其實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的表現 果然不負眾望 讓台北股市開高走高 收最高 所以台積電待會的走勢 怎麼看 請教穆滑哥 因為昨天開了法說會 台積電影響是台北股市 短線的一個表現 確實讓台北股市日K線 改變了頹勢 原本是一路的黑K棒 今天拉一根長紅棒 周K也留了一個下影線 不過我們要跟馬哥 現在討論一下 中長線大家比較擔心的問題 請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字卡 這個人是誰 川普又跑出來了 你們想我嗎 怎麼今天衣服跟我一樣 也這麼一模一樣 沒有套好招 少了一個美國國籍 是 小弟剛好今天幸運色是紅色 所以打紅色厲害 剛好 重點是川普怎麼又出來講話 透過他的前發言人的推特 他說新冠疫情正在失控 我們的供應鏈正在崩潰 商店裡幾乎沒有商品 我們在阿富汗受到羞辱等等 通貨膨脹在飆升 汽油這個價格也在飆升 你們想到了我嗎 他這句話剛好符合什麼 符合這一期經濟權的封面 經濟短缺 大家看 穆滑哥 這個圖就是架上都沒有貨 可以代表什麼 代表供應鏈出現很大的問題 然後既然買不到東西 要用更高的價格去搶貨 所以通膨會起來 那他畫一個小小的 應該是蘋果 所以可能唯一的寄託 會不會在蘋果供應鏈等等 這我們要做討論 但是通膨一來之後 大家最擔心的是升息的問題 馬上警戒而來 因為現在市場預估 這個FED可能明年九月的升息 觀眾朋友 機率竟然高達九成 這幾乎已經是板上釘釘了 這個然後九月份 那FOMC的會議紀錄 也提到十一月中旬 要開始這個縮減購債 也是白紙黑字 所以我們先從大格局來看 這個資金開始縮減之後 通膨疑慮再起 你覺得對於美股的影響大不大 當然大 我們必須要講說 台積電這個法說會 我用兩個字形容 叫做王炸 對 短線陰霾一掃而空 台股的短線陰霾 本來就是五日線 十日線站不上去 對不對 今天居然一根長紅 將近四百點 是直接站上五日十日線 而且攻底的月線下方 這不叫王炸叫什麼 所以說大根你可以看到 有點短底成型的味道 對 這個地方已經形成了一個短底 這個16162 跟這邊16248 似乎成為是兩個 雙底的一個味道 那這個王炸 當然就是你剛剛所講 台股最核心的 台積電所貢獻出來的 如果沒台積電的法說會 也不會有今天這一根長紅了 但是你剛剛講也沒錯 那長線上面的這個壓力 到底掃除了沒有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短線陰霾掃除 但是長線壓力還沒有解決 所以短多中保守 中心還是偏保守 我們要看後面整個情勢的變化 譬如說這個禮拜 美國公佈出來的CPI 又超出預期了 不只美國 中國大陸CPI也很高 PPI更高 所以那個剪刀差越來越大 通膨壓力越來越大 這個禮拜中美兩國都公佈了 很重要的總金數據 美國當然大家最關注的CPI 這個又來到這個5.4了 而且是比上個月再上升 超過預期了 另外中國大陸公佈出來CPI PPI居然創下有紀錄 以來最高 兩位數的增幅 10.7 那CPI只有0.7 所以相對中國大陸企業 一方面他面臨到這個原物料價格高漲 成本上升 但他相對他的產品賣不好 售價的拉不上來 所以我認為他們這個企業的一個壓力 是很大的 所以美中兩國現在目前的處境都不同 但是兩個字都有壓力 所以說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必須要講說台股跟美股 後面能不能繼續推升 整個經濟環境 包括整個大環境 大態勢很重要 但是短線上面 我們應該先喘一口氣了 因為畢竟今天這一根長紅棒很關鍵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台積電還不只影響台股 還影響到美股 對 昨天的費半就靠他了 你可以看到其實昨天這個 美國科技股的拉升 我認為主要兩個因素 一個是殖利率下來 美國十年再的殖利率下來 第二個因素就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先看道瓊好了 對 這個科技股拉升的同時 道瓊也沒省掉 他也是漲了1.56% 對 他已經是來到了季線這個位置 而且他是已經看到這個月線要上彎 道瓊成這一波 35631點歷史高點 修正到這個低點 大概這個整個修正幅度 大概是5.6% 這樣子的一個修正幅度夠不夠 我個人認為短線上面 中線上面 我們認為他修正已經滿足了 美股修正進尾聲了是不是 對 我認為說這個地方的一個 底部結構型態也明顯了 這個是稻窮 對 所以說先不管這個總體環境 我們先就整個目前的大盤來看的話 應該已經是短線上面 中線上面轉為為安了 所以穆劃哥利是說 短線大家先開心一下好不好 先暫時忘卻通膨的問題 可以開心個一段時間 這個Party可以開始 是 生意又來了 然後另外這個納薩克指著 就科技股修正的比較多 他從一萬五千四百零三點 這個位階 就九月初修正到十月初 修正一個月的時間 大概他修正的幅度是8% 超過道瓊我們剛剛講的5.6% 那他現在目前看起來 他也要去挑戰這個季線的壓力 我認為攻克季線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所以說科技股看起來 他又能回歸到一個多頭的態勢 那跟臺股關係最強的肺半 你怎麼看 我們來看下一頁肺半 因為他是這一波 美國各大板塊裡面最弱的 也是我個人覺得最關鍵 因為我們在這個弱勢環境下 我們要看最弱的 強勢環境下 我們要看領先的 那在弱勢環境下面 既然肺半他是最弱 你也可以看到 他也開始要去挑戰月線反壓了 距離季線還有一點距離 對 如果說今天晚上 這個肺半能繼續往上升 然後他能站穩月線往季線攻的話 那大概美國所有的指數 都已經是safe了 那肺半今天晚上會不會繼續漲 應該要先看台積電的AD 會不會繼續漲 沒錯 那另外很關鍵 NVIDIA 我等一下會提 這個NVIDIA佔上所有均線 我認為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大家可以看到 TSM今天的這個表現 其實超出市場預期了 為什麼 因為昨天在肺半 他雖然是漲 大家可以看到他漲2.35% 但是他是受一個黑K棒 他是開高走低 但是是漲的 沒錯 包括UMC 包括TSM UMC又聯電的 在美國掛牌的ADR 他們兩個都是 基本上都是開高走低的 你再回到XQ 你看一下 今天的台積電不一樣 是開高走高收最高 所以說台積電今天漲得快5% 他明顯有領先這個所謂 美國盤的一個味道 所以今天晚上能不能再帶領肺半往上攻 我認為台積電非常關鍵 另外就是這個NVIDIA很關鍵 所以這兩檔股票 是我今天晚上會特別用力看的兩檔股票 那你幫我們追蹤一下 台積電昨天法說會之後 你的觀點是什麼 那為什麼今天台積電可以大漲 將近5% 你也很少看到台積電可以漲半跟漲停板 這個台積電今天可以講說 真的就是王炸行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法人現在目前對台積電觀點 第一個花旗 他其實是在法說會之前 就把台積電目標價調到九百三 另外國內法人凱基 包括富邦 他們其實一直維持台積電平等 是八百三跟七百三 另外這個小摩是維持八百塊的一個平等 但是還是有人看比較保守 對 還記得嗎 曾經講過台積電 買台積電叫做dead money 死錢 然後當時把台積電的這個 這個目標價下修到五百八之後 這個最近就出了一篇報告說台積電 這個可能第四季要面臨砍單 是 這個最悲觀的就是大摩了 但是這一次台積電的法說會 直接打臉大摩了 大摩今天台積電收在六百塊 在你的目標價之上 而且台積電釋出的法說會的內容 告訴你 第四季沒問題 繼續營收成長這個5%上下 然後同時他的這個利潤率 還會再上升 直接打臉了這個所謂的蘋果砍單 或是說這個整體供應鏈這個有砍單的疑慮 這問題 所以說 我們來看這個台積電相關的這個財報數字 對 我們來看到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 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看到他三率 各位看到毛利率 他的劑比上升1.3個百分點 然後營益率上升2.1個百分點 然後他的純益率上升1.6個百分點 所以他EPS6.03是史上最佳的一個影響 所以是三率三升 三率三升 這個當然是年比還在下降 但是他已經走出第二季的谷底了 陰霾已經走出來 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下一頁 大家會關注他的這個製程的部分 大家看到5奈米沒有問題 蘋果的單18% 那7奈米 這次結構的調整 我認為很不錯的 就是7奈米的比重增加了三個百分點 那大家都知道7奈米是台肌最賺錢的 目前製程 最主流的製程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部分 營收佔比增加了 對 我認為對台肌的獲利貢獻是有幫助的 另外各位看到16奈米 基本上減了一個百分點 28奈米其實也差不多減一個百分點 其他大概變動不大 大體上台肌最主要一個7奈米增加了三個百分點 我們來看下一頁 下一頁各位可以看到 他在各種這個主流的 這個所謂的銷售的技術平台上面都增加 而且你看智慧手機增加15% 高效運算9% 然後互聯網最多 大家發現智慧手機沒有想像差 所以我覺得聯發科可以注意 從台積電的法說會內容 莫哥覺得聯發科也許可以參考看看 沒錯 我們看下一頁 那大家可以看到另外關注的 所謂自由現金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自由現金流量 這個也不錯 他也開始出現比第一季第二季增加了一個情況 所以說在自由現金流量也是我們關注的部分也OK 所以整體而言台積電整個cash的部分 也是相當Smooth的 所以台積電的財報非常好之外 然後也佛心來著也很會買疫苗好不好 要謝謝他 但是因為第四季會減少一個百分點的盈獄 因為要認列疫苗的費用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百分點 對商譽的增加可能是十個百分點 大家看到我覺得第四季關注的重點 剛剛談到5G晶片 聯發科繳出連續兩個月營收月比創新高 但是股價相對寂寞 我覺得是有一點不公平 我們看一下聯發科的股價好不好 看一下XQ 大家可以看到聯發科連四黑要殺破底 今天直接往上拉 那我覺得聯發科基本上 沒有大家想像這麼差 因為聯發科八月九月的營收 是創歷史先高連續兩個月 今年法人估大概賺六個股本 所以我覺得聯發科很有看頭 馬上聯發科月底要舉行法說會 我個人還蠻期待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上一頁 大家可以看到資料中心車用電子 IC載板的部分 就是ABF的部分 高速傳輸晶圓代工 我認為這個是在電子族群觀察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資產概念股 我認為還是一個大家要去琢磨 通膨概念是 對 之前在大坑英節目裡有講過 對不對 那時候我記得台肥 六十幾塊 是不是這一波逆勢 漲到七十多 然後另外水泥 鋼鐵 塑化 航運 內需概念股 航運的部分 大家不知道這個看法兩極 但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認為航運越跌 它的價值越高 已經浮現出投資價值 沒錯 那另外內需概念 內需馬上要啟動 還有金融業 今年都賺飽飽 所以我認為 沐浩哥第四季其實你還滿樂觀的 我個人偏向樂觀 我認為有點百花齊放的一個味道 所以說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短線中線的行情 又是進入到十一月到隔年的四月 這個旺季行情 事實上大家可以開始不要這麼看淡 非常謝謝沐浩哥 對於這個大盤的盤勢 還有台肩法術會的一個分享 接下來同樣的問題我們問一下 我們節目難得出現的美女分析師 我們歡迎這個國票投顧的婉瑩 美女分析師歡迎 誰大盔好 為什麼會有美女 因為我們的訂閱 終於要突破十萬人 所以換句話說 下一次有美女來的時候 可能要突破二十萬人好不好 大家努力的訂閱 我們就會多多請這個美女分析師來 要不然都是我們幾個湊男生對不對 都是沐浩哥 講比較多了 好 重點來了 婉瑩如果沐浩哥剛剛認為 第四季看好的話 你覺得如果現在的選古邏輯 你會從哪裡下手 我覺得說這個台積線 經驗的法術會是出這麼樂觀的展望 他其實可以帶動這個電子 其他前一段時間這個 這個過度下山的族群 可以有一些反彈 包含這個5G AI高速傳輸 機緣代工 就是另外還有更重要 就是電動車的部分 所以今天focus在電動車產業就對了 沒錯 鴻海的科技是剛好下個禮拜一 聽說郭董會自己開電動車出來 這題材越來越熱了 10月18號他其實會展示這個三款電動車部分 一個是C級距的一個電動車 一個是E級距的電動車 另外還有一個是電動巴士 所以說其實他這次真的是完真的 包含其實各國現在都是走向一個零 要減少這個碳排的一個浪潮 他是希望可以減少這個溫室氣體這個排放 所以說其實可能 歐洲好像最快對不對 很多在2030年就開始要禁售這個柴油車或是燃油車 他們的這個進度是最快的 沒錯 其實2025年到2030年 大家的目標都是要走向零排放 對 這邊2025就也一堆國家 開始禁售這個柴油車跟燃油車 然後中國的目標也是很明確 2025年這邊新能源新車的銷售佔比 要達到兩成 30年的時候又達到40% 真的是一個很驚人的目標 對 因為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 汽車消費市場 那其實我們經過估計 我們看到2025年的時候 新能源車的銷量 大概全球都可以超過一千五百萬臺 這也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每一百臺新車裡面 大概有十 大概有這個十六臺 要是這個新能源車的部分 那這個目標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所以這個趨勢一路向上 王妮你自己換電動車了沒 還沒 我也還沒 所以未來我們都會加入電動車的行列 好不好 沒錯 所以這個市場 真的是蠻大的 那其實我們根據這個統計來說 其實就是2019年底 我們看到這個全球公共的充電裝器 就有93萬臺 這麼多 那裡面其實這個超過一半 其實大概都是中國 去拿到這個市占率的 另外這個28%是歐洲 剩下的就是美國 跟其他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看到是整個 整個電動車充電裝的市場 大概每年全球 大概是成長27% 年複合成長率27% 這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除了電動車之外 電動裝也是相關的商機 大家要掌握 因為電動車他需要充電 要不然我們今天開車出去 回來的時候沒有電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各國都要力推這個 充電裝一定要建設起來 這規模也是一樣 越來越大 像是美國這邊的一個拜登 他其實就有通過這個1.2兆美元的 基礎建設計畫 裡面其實就有明定說 他一定要建這個500萬根的充電裝 500萬 50萬座的充電站 500萬根的充電裝 這500萬根充電裝 其實就相當於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93萬這個數字 等於就是全球的這個5.4倍 這樣子的一個倍數 其實相當的龐大 其實這個新能源車日圍要爆發的話 其實車聯網是一個標準的配備 為什麼 因為很多電動車的這個噱頭 都說他可以自動駕駛對不對 所以聯網的功能非常的重要 沒錯 因為走向這個自動駕駛的部分 我們為了降低這個行人 跟這個車輛的一個交通事故 為了提升這個安全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做到車聯網 包含這個車子對車 車子對這個機車 車子對行人 或是車子對基礎設施 都必須要能夠精準的去接收到 各個這個訊號 必須要接收非常多的一個行車的資訊 安全的提升 所以商機這麼大 選古邏輯應該怎麼挑 選古邏輯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NIH這個聯盟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就郭董他們的聯盟 對不對 目前其實NIH聯盟裡面 大概有一千 一千家以上的廠商都加入了 他其實就很像是電動車的Android 那他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 這次真的是一個很特別 就是說 他是做了一個軟硬的一個平台的整合 他不停的去更新他的一個軟體的系統 那他這個硬體的部分 因為他找了非常多家的一個很有技術優勢的廠商進來之後 他可以把這個成本可以做有效的降低 技術可以往上拉升 那他所有的專利跟這個技術 那還有這所有的一個授權 通通開放給裡面的每一家廠商 所以他這次真的是要讓這個電動車滲透率往上拉起來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下個禮拜一的這個鴻海科技日 相關的個股呢 你舉例讓我們參考一下 剛剛回應大K說的投資機會在哪裡 我們就奴隸出四檔的一個電動車供應鏈的部分 我們第一檔看到就是這個 臺達電 臺達電 臺古的資優生 臺達電他其實做了非常多一個充電裝 他設備其實已經做到這個一戰式的解決方案了 那今年來講的話 其實包含像是這個網通或是這個電源的供應器 其實今年的成長也是來到了十三Percent 那明年來講 預計在這個AI基礎建設的一個新增 因為中國跟美國現在相繼來講 都是要廣建這個基礎建設 那預期也會有很好的表現 好 那另外還有鴻海跟建核心已經起機 讓觀眾朋友做一個參考 非常謝謝婉營 那下一個階段我們來看一下XQ 因為今天大盤呢 進入到所謂的年限保衛戰 這年限保衛戰呢 到底是短底成型還是反彈要炒命 我們要請教到我們的技術面大師 杜金榮杜老師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